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周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武汉市吉林社区 目前武汉市的小区实行了24小时全封闭的管理 那么这些居民如果说需要买药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就是现在只有这种代购证明才能够 对对对 这个代购证明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感染 所以说要求居民全部待在加州 由社区安排志愿者或者工作人员 代为居民服务 把居民所需要的药品购送到加州 刚才接受采访的就是吉林社区 为居民买药送药的一名志愿者 目前的话武汉市小区封闭 他们便承担了为小区居民代购药品的工作 据志愿者介绍的话 年轻一点的居民可以通过网络加入微信群 在群里面就可以发布所需要的药品信息 但是年纪比较大又不会使用微信的居民的话 志愿者便会通过电话或者上门沟通的方式 来满足他们的药品需求 因为他手机也玩不到 电脑也玩不到 那这必须我们通过他们自己 给采购药品的清单 我们根据清单再给他买药 再买回来以后再送给他手中 现在我们看到志愿者是突然收到了一份买药的需求 出发去买药 这个是几多钱 12块5 12块5好 那就是我用志愿啊 你用钱金 我用志愿吧 我用赏它 我用赏它 好 有的时候不好说 反正也记不清楚了 估计最少也在几十趟吧 每个有的一个客户的单子 一个药店不能跑完 要跑几个药店才能给他配齐 买完药的两位志愿者还会去给经营送药 据我们了解当前 武汉市医保门诊重症慢性疾病定点 零售药店的话是已经达到了50家 中心城区的话 每个区是不少于4家 新城区的话 每个区是不少于2家 而且全部提供10个病种的购药服务 你给的450块钱 是吧 中文药是345 加上个袋子 355 355 这个钱加了以后 我赚你95块钱 单子在这里放了 你看听着 不要紧 你帮你 你帮你 好好好 来 好好好 谢谢啊 不谢不谢 谢谢不谢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因为怎么说呢 北京现在是困难时期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一分子 我能关键的时候 我能进行自己的一分礼 帮国家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作为困难的时期一层 一起最困难的武汉 我做出我自己平民博行 赢作的一分心 就够了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